嘿 顾师傅 听说你腿受伤了 我来看看你啊 沈经理 我都不再紫禁干了 你也不是我上司了 咱俩的私人关系 没有好到说不打招呼 直接上门的份吧 那你看 顾师傅 也许我们的缘分 就没有真的结束呢 聘书 干嘛突然让我回去啊 这不是你没工作了吗 你不是说找个工作 易如反掌吗 那你怎么还在家待着啊 我喜欢在家待着 在家待着舒服 小姑啊 我今天来呢 就是想给你个台阶下 我劝你啊 能下就赶紧下 要不然这台阶可就没有了 既然你话说那么直 我也不藏着掖着了 涨工资百分之二十 你要是少一分 也可以 那我也不跟你藏着掖着锅 跟你说我以前还没好呢 并且比你预想的 还要多一千块钱 怎么样 我回来了 吴老师 你这 你从今天回来上任了 我就是给自己 放了个小长假 但是我没想到 酒店这么需要我啊 然后 我就牺牲一下自己的小利益 就回来上班了 吴老师能回来就好 牛皮仔就没吹了 一一一二三 随便 备猜 得嘞 一一二三 备猜 备猜 得嘞 得嘞 好 菜到了 没想到现在写个随便 就真的点到菜了 谢谢啊 小姑娘 你这是怎么了 你好 请慢用 好 谢谢啊 来来来来 大家都安排一下啊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酒店新来的 程总经理 大家好 总经理好 好 怎么了 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啊 害我白担心肠 你说我重新回来上班 是不是你安排的 虽然这个功劳我很想认领 但确实不是我 我明白 低调 嘘 我懂了 盛乃 你以后有任何需要我帮忙的地方 直接跟我说 我一定竭尽所能 我一定会找你帮忙的 你放心吧 就此相遇 好是酸酸的 闭上眼睛 心却甜甜的 不怀疑 我决定 真的 我喜欢你 平平平在这时刻 醉酒折满了奶磨 你傻傻看着我 有你充满了困惑 Ru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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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柔让我的脸颊发热 逼过你的指尽 变成不由自主的闪躲 No No 风波里的爱情 这次轮到来往 王子说 请听我的 要你一口苹果 酸酸甜甜甜的酸 不要白马 要不吃花果 在此相遇 有点苦苦的 海淘是你 不用是你 不用 大声宣布 爱上来 这个女巫汤啊 是吉普赛女郎们口口蜜传的菜肴 每到冬日来临之际呢 他们就会吃其口小锅 加入爱人喜欢的食物 和红酒一起慢慢地熬煮 所以说女巫汤啊 这道菜没有特定的菜股 它都是对你恋人满满的爱意 称之为情侣之间的舌尖密码 对不起 那么这些人 我 喂 赵迪啊 你给的这个地方对不对啊 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 我正要给你电话呢 情况有变 他们提早出发了 估计现在已经快到机场了 不过你还有时间 好啊 好啊 该网航中的列车已经解决到了 有乘坐该列车的乘客 请去售邀厅改签其他车子 好啊 好啊 我的模样很像孤独的星星 看起来很苦涩吧 是这样吗 是这样吗 在远处凝视着你的变化 飞机我没赶上 高铁也走了 看来你的美运已经在我身上了 我最惧怕 我最惧怕 所以就紧紧地围绕你呀 寻信几个四季 流转的时间有爱的印记 但希望时光能停留此处 都有着你 让你就再次更新 为了我瞎不见 从未改变 诚信许愿 就是希望你围绕我身边 直到太阳升前 成名回到阴点 从未改变 我的许愿 请求你来点亮我的世界 我的世界 谢谢 不客气 你无套 有什么问题吗 我喝有点不太适合我 好 惊喜 我给你家太大了 我找了两圈才找到你 陆总 你是叫了外卖的给你送蛋糕呢 我来接上去 这位是 紫荆非常优秀的厨师 她是我的副手 林曼 你好啊 你好啊 原来是代表酒店来送蛋糕的 你等一下啊 蛋糕给我就可以了 谢谢啊 这个给你 行了行了 行了行了 你哭一路了 就这么两滴眼泪 快点的 你不消停点 吓我一大天 有事说事 说 我母亲在房间里跟 你跟女的 女的 跟她睡了 那都没有吧 那没什么的 女的很正常的样子 那冰淀严重的 我跟她母亲吃了那个女人 给她冒的饭 顾 顾老师 顾老师 顾老师我没得听明白 哪来的女的 做 做什么饭 叫什么 叫什么 叫什么曼 黎 什么曼 黎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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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那那那那不是一般的女人 那是我们集团副总 对 外哥 我觉得 其实逼人的 有点气质 蓝蓝 那个姓黎的 怎么逼你了 他 他以为我是给酒店送祝福的 还给 还给我拿了个红包 你让他担心的虎包啊 我的亲人 嗯 嗯 很好吃 你不吃吗 不然不饿了 我刚才不饿了 现在越吃越饿了 嗯 顾正男 顾正男 快快快 李总要见你啊 他见我干什么 肯定是要当面夸你啊 来来快走快走 嗯 李总 路总 我们那个顾厨师来了 把顾厨师请过来 是想跟你探讨一下 汇了一顿牛排的做法 我有点好奇 你为什么会把酥皮 跟牛肉之间的小鹤菇 换成香菇呢 因为好吃啊 我尝了一口 味道 还算特别 但是特别 不代表合适 你用本地产的香菇 和澳洲进口的菲利 放在一起 他配吗 配不配我不知道 我就觉得好吃就行 好不好吃呢 只是主观一段 合不合适 是有客观标准 至于客观标准 也不是我一个人 一句话说了算的 是经过无数的尝试 无数遍调整 无数人的品鉴 最终得到全世界广泛认可 而统一推行的 比如说欧玛斯鱼子酱 跟霞多利香槟 就是天生一对 你如果用鱼子酱 做二锅头 你觉得他配吗 我理解 你想要创新 每一个厨师 都想要有自己的创意菜 但是创意 不代表你就可以胡来 你可以追求创新 但是你必须要选用 跟酒店标准相匹配的 进口食材 这么简单的道理 你们学校没教过吗 都忘了问了 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那个李总 那个 其实我们顾厨师啊 学历还是很好的 她是蓝带的 我也在法国蓝带 学习过一段时间 咱俩还是校友 你是哪一届 李曼 可以了 我跟姐姐你不是校友 我也没去过巴黎 我就是上海校区的 其他的我不知道 但是我们老师教过我 食材新鲜最为重要 本地香菇就是比小鹤菇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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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